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她相处了快了两年半了 时间久了 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合适 我是个感性与文艺的姑娘 但是她却截然相反 不浪漫 也没有属于年轻人谈恋爱的活力 不仅如此 她还非常幼稚 做事也没有规划 而且她的经济观念 让我非常的受不了 在一起这么久 我觉得我对她很好 凡事都替她着想 但是她还是各种不满意 也许我身上确实有些问题 但她身上的问题也不少 她脾气好差 动不动就冲我发火 经常无力取闹 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呢 希望她可以意识到 我们感情上的问题 如果她还继续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下去 我也希望她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有所改变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竹22岁 来自江西学生 女嘉宾小竹23岁 来自江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好像你们两个人今天来这儿 都是为了改变的 是吧 是吧 大学同学 高中同学 但是大学在统一座城市那样的 高中同学 对 大学不同学 但是大学变成了恋人了 对 但是时间一久的话 发现各种不合适 三观呀 还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面 习惯方面都不合适 行吧 说说吧 她是一个不浪漫 然后也没有情调的一个男孩子 我是一个追求的就是 希望有文艺一点 然后浪漫一点 有情调一点 很严重的一次是我们除了两年了 第二年七夕的时候 她第一年没过 第二年七夕的时候 提前一周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前提上有心思 她信实淡淡地跟我讲 说OK没问题 七夕一大早我就很期待 我问她 你有没有给我准备好 她说再准备 准备好了 怎么怎么样 就各种哄我 等到中午的时候 我又开始问她 然后她说 哎呀别着急嘛 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你这像索要礼品 没有啊 因为女孩子很期待这个礼物 也毕竟是第二次嘛 然后自己还秘里爱里 这样说了嘛 说啥呀 那不都是分手节嘛 一年才相见一回 牛郎之鱼 多惨 你们过这什么节呀 对 后来 后来的话 她就给我两张明信片 而且两张明信片 一共就四句话 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余生都是我 但是你知道吧 就是我那么期待 结果就四句话 肯定是会有失落的 我就说她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准备 然后她说 走我带你去逛街 在车上 我看到旁边 一个小哥哥 拿着鲜花 跟人家女孩子表白什么的 我就当时泪崩了 我就说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准备 她说准备了 这不带你买衣服吗 我 我当时只是跟你讲 我要的是 有一个新次的礼物 不是说非得要 什么昂贵的东西的 你们明信片上的话 想了多久 告诉我兄弟 想了有一段时间了 你看挺用心的啊 我觉得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呢 对吧 你写一首诗 写给她可能水平不高 但是你想了半年 每天都在想 不是挺用心思的吗 是吧 你那两句话 也想了半年吧 有一段时间 你看有一段时间 挺用心思的 你不理解 你知道吧 两句话 你们觉得可能 她想了一阵子怎么样 但是她自己又是 自己单单想又不去学习 我觉得她的态度就不行 她根本就没有把我说的话 放在心上 行 这还不算什么 就平时生活上也是这样 有一次我们去散步 然后呢 我看到一个特别浪漫的 一个场景 就是一个现场嘛 有气球啊 还有鲜花啊 气球鲜花 对啊 开业仪式都这样浪漫吗 开业仪式嘛 它关键你知道吧 气球鲜花吗 它 这是别人的 住严老师公司 什么什么什么 住渠动的公司 什么什么什么 气球一放 啪 我一小姑娘 我会觉得这挺好看的 知道吧 行 然后呢 对吧 然后我就跟她 发生了什么 我就跟她说多么好看啊 然后她就跟我来一句 就几个破气球 好看什么呀 你怎么像我这个岁数一样了呢 我就觉得真的没什么 吸引眼球的 你觉得没什么 你就连骗都不骗一下 你就这样直接跟我讲了 我觉得很过分好吗 可能我性格是比较直吧 不可能 违背自己的心理话吧 那你不违背自己的心理话 那你违背我是吧 行 咱说事啊 还有什么 就是我把事情都安排 就是我把事情都安排得 明明白白 她才按照一步一步走 但是我要不去做的话 她一点都不知道 就是做事情没有规划 有一次我半夜兼职回来 我提前跟她讲 我说你准备好 就是我们晚上就没地方住 你准备 你就是安排好了没有 她说 细时淡淡跟我讲说 OK可以没问题 去我朋友家的住 结果我到了人家朋友家 敲了两三下 朋友可能睡了吧 太晚了当时 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有点生气了 因为我觉得 你要是没有安排好 你最起码要准备两个方案 为什么就是 你就那么相信你的朋友呢 因为我玩得特别好了 我就没想那么多 就直接去了 我也没想到就是 偷不开门 或者不在的 然后呢 这还不是重点 我在旁边找酒店 她一直在吵我 我当时已经很累了 她还叨叨我 然后我确实跟她冲 她发了两句牢骚 她就直接冲我吼了 一个男孩子 像一个女孩子吼 算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特别不礼貌 而且你的态度 就一点都不行 知道自己错了 还这样对我吼 大街上的 大晚上的 最后还是我找找酒店的 我一开始是先哄她 然后越哄她 就越来起楼坑 我就着急了 我只知说话声音大了一点 她根本不考虑我 我是个女孩子 对对对 这事我觉得 她确实做得不好 就是大晚上的 你至少要安排好 对吧 你怎么能让一个女生 跟你去流浪呢 对吧 这事确实她做得不好 我们批评她 她不仅这样 她平时还特别妇女 这是我跟她的生活 对对对 同志 咱们注意用词啊 就是你可以说她 不是特别的阳刚 你不能说人特别妇女 好词啊 对吧 生活上面叫特别妇女 比如说大早上 她早上怎么了 她可能就是过上那种 中年生活了 你说中年生活 也不太说的 行吧 说吧 说吧 平时她就是出去 买个菜的什么 她买菜啊 对 她就是 早上啊 对 大早上八点钟起来 去菜市场买菜 你知道吧 我是一个喜欢 就是晚睡 就是晚睡 然后也睡得 起得比较晚 她是一个喜欢 早睡早起的人 然后她的世界 只有我和她家人 好啊 现在还年轻 我谈恋爱 我不希望的 就是她这个样子 就是我希望她能够 有现在年轻人的朝气 青春一点 我希望是这样的恋爱 那买菜也不代表 不青春啊 她就是买菜的时候 她会说 这个菜新不新鲜 然后这个菜 对什么有营养 你会这个 会 我觉得特别棒啊 真的特别棒 我也 你到菜场去买菜 你分得清楚 那些菜的品种 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分得出 我自己也会做饭 其实我自己都会的这些 就是她会 那你们俩都不错 挺登对的 现在好多年轻人 连菜都不认识 天天就要浪漫啊 要 然后别人生活就说 行 您说 我希望就是 她偶尔去可以 但是不要天天这样 就有一次我出去 大早上八点钟 就拉我起来 我那天身体也不舒服 我也没吃早餐 她在大街上 她就跟我问我 你吃早餐吗 你吃这个 你吃那个 我不想回来她 我也不想理她 她就可能惹急了吧 然后直接臭我吼了 大街上经常这样臭我吼 不是 你为啥不理她呢 我说了 我说不想吃 你就不要让我吃了 而且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我不想要的东西 我不想做的东西 你不要被我去做吗 就是这样 但是她就臭我吼 那个态度就一点都不行 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果摊的时候 她在挑水果 一串葡萄 她还给我 她说你把这个拿着 我去你旁边那个看一下 她扎在里边 真的 就她一个年轻 我当时崩溃了 我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而且大街上 就我两个人比较年轻了 不是 你生活的是哪个城市 满大街就你们俩年轻 就是菜市场了 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大街上就两个年轻人 你不觉得根本不像是一种 现在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吗 那应该是什么样呢 起码就是去玩啊 去逛街什么的 就是这样 就不要整天围绕着那个柴米油盐什么的 对 你怎么回事啊你 我可能就是喜欢早睡早起了后 也想给她逛书这种思想 因为她经常就是晚睡啊 晚起的 就是想以身作则吧 以身作则 她经常也不吃早餐 我当时就有点着急 可能我说她的时候她就生气了吧 我挑水果和挑新鲜蔬菜 我是觉得挺好的 我想找她自己的健康着想是吧 就算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着想 但是你也不用那么大早 而且每天都这样吧 你就想我们去超市 随便一个点去买 那个水果有什么新不新鲜 能够新疆到哪里去吗 不 她姑娘 姑娘 确实超市比早市贵 然后你知道她平时给我发什么东西吗 就是发那种养生的 什么枸杞 红枣 该怎么吃 我觉得特别无语 那些东西我从来不看到 所以以后不要再给我发这些东西了 还有别的男朋友 给她女朋友寄什么 零食 她给我寄什么 红枣 枸杞 不挺好吗 但她就觉得 吃一下那些挺健康的 你自己怎么怎么样 就是总会给我买什么冰糖啊 我就特别 特别受不了 是 是 是 你咋想的 我就觉得她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吧 想给她买点健康的食物给她吃 然后她经常吃一些这种垃圾食品 我就不喜欢给她买这种东西 那我也没吃多少次的垃圾食品 那是垃圾食品吗 吃个巧克力 不 不 不 这个关于垃圾食品的问题 我们就不说了啊 就过吧 反正就是 你一样吃的和她给你吃的不是一回事 对吧 你想要的她给不了你 是个意思吧 然后平时她老喜欢冲我喉 有一次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 已经坐火车大晚上的挺晚的了 然后我们去找酒店 那个酒店比较偏 在一个立交桥的附近嘛 本来立交桥就是比较绕的 两个人提着行李箱 她也不找那个酒店在哪儿 我就找不着有点着急了 她就问我 找着没有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开始叨叨 我又开始叨叨我了 我当时已经很烦了 你还叨叨我 我就确实抽她吼了两句 我说你别烦我了 结果她倒好 吼得比我还大声 就一点都不懂得 牵上女孩子 我一开始也是在哄她吗 不管有了 可能我有点生气了吧 而且我让你去问那个路 你说你不去 凭什么我去 你觉得你这样是对的吗 问你呢 不对 你都知道不对 这还不是一丝两次了 有一次在银行的时候 我去办业务 我说去帮我问一下 因为我在排队 我们拍得挺久的 她说为什么我去 你自己不会去 我当时听了多尴尬 这么多人在那儿 你作为一个男孩子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 自己去独立一点 她平时确实是一个比赵 就是害羞的 不怎么去擅长交际的什么的 我让她去做这个事情 我是希望她能够 学会这些吗 听懂了 听懂了 恨铁不成钢 错没错 姑娘 我问问 你别光诉苦了 其实你说那些苦我能理解 就是我想要的 我期许的 你永远给不到我 你认为好的东西 老想强加给我 可能我并不认为那个好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你们两家是不是 经济条件不太一样 比较好 我的是比较那个一点 他们家条件好 对 但是我也我也没有 我就是经常去要求她 怎么样 我都是 我问这个事 我就想问问了 但是看起来好像 你家经济条件更好一些 可能我个人素养 比较高一点吧 那我可没觉得 男生你也是希望女生改变 对吧 对 你希望她改什么呢 我们刚才听了好多女生在诉苦 男生你希望她改什么 希望她就改改自己的脾气吧 然后就是我对她好 可能她要在乎一点 就是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了 男生还委屈呢 说我对你那么好 你都不理解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是我就觉得你对我太好了 这种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你都觉得有压力了 对啊 她对我是很好的那种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种好 就是会形成一种压力的 你指的她对你好 形成压力是指什么呀 就是我对她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 她自己喜欢我 比我喜欢她多得太多了 我的天哪 你是这么谈恋爱的 这么理性啊 但是我就希望她不要 总是臭脾气啊怎么样 我愚钝 你说事儿好吧 好 有一次啊 回家好 我跟她提了很久 我说我要回家 她就说假期不够 一直拖到快结束了 学期结束了 然后她就 我就跟她讲 我说真的想回家 就是那天晚上 她就跟我叨叨半天 我就听明白了 她就是怕她爸妈担心什么的 我说让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呗 她也不让我回去 结果过了几天 她兄弟结婚 第二天就买票回家了 我觉得很过分啊 就是你没有在 我想要去做的时候 陪我去做 那就是一种遗憾 那就是对我的不尊重 为什么你兄弟结个婚 你就立马就回去了呢 我说回个家 你就不能够陪我回去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离假期比较短啊 然后就是你回家时 连事情也不是特别重要 我是想跟你一块 参加我哥们的婚礼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去看你弟啊 这样也挺好的 那你后来也是也没有啊 我当时想去做 你就陪我去做就好了 形成遗憾 那就是对女孩子的不尊重 女孩子最怕的就是遗憾 我当时想做你就让我去做呗 她平时在生活上也挺亏待我的 亏待你啊 对 对 就是亏待我 说说 就是她的生活费 还不如我们班上女生的生活费高呢 虽然说她每次都会给我 但是她要问我拿个什么 买个什么东西 我都会还回去的 有时候还会去 就是自己去倒贴 而且平时感情开销 反正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我 啥叫感情开销啊 就是在经营这段感情的时候 比如说出去玩啊 吃个饭什么的 虽然说钱在我这儿 但是都会 我回电啊什么的 啥叫钱在你那儿 我没搞懂 她的钱在我这儿 她的钱在你那儿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还提到亏不亏的呢 钱给我了 但是我就是想 有的时候我跟她说 我说你多问你爸 要那么一两百块钱 你就是一死一下也好吧 对吧 就是不去 就是借得要死 然后我让她去兼职 她也不去 她有的时候 还跟我别别牛油 然后我还 我跟她安排好了 她才去 去了没几回 你不觉得就是 在两个人感情经营当中 如果说我这边付出太多了 就是 其实我也很累的好吧 那你们俩谁生活会高一些 我比她高 但是我都是我自己去挣回来的 我基本上不问爸妈要钱的 她是有稳定的生活费的 我是没有稳定的 你是没有 但是你会出去打拼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有一回去旅游嘛 去那个黄鹤楼 她就是看到一个门票价的时候 她说挺贵的 然后当时甩脾气 我当时也没理她 因为心情挺好的 不想打扰这个心情 然后等到我们都爬到第七层了 一共十层嘛 爬到第七层了 她还在玩手机 就特别过分 就是我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出了一点紧急的事情 需要我处理 然后我就想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 我再陪你 那那个朋友他的事情有多久 非得离不开你 而且你的态度特别恶劣好吗 直接凶我 那么多人看着我 平常来这男生好像基本在你心里算一无是处了 也不是一无是处吧 他这个人就是适合结婚的那种 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我想要的结婚的那种 那还结不结呢 我觉得就是他不改的话 所以我就很矛盾 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 因为他陈列出他这么多毛病 然后呢 但是他在我心目当中 在这段感情的时间当中 他对我做的确实挺好的 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就是说你也知道他对你一心一意 是吧 对 你也知道他爱你比你爱他多 是吧 你也知道这个人过日子是一把好手 对吧 对 过日子是一把好手 对 这些你都知道 但是你又发现跟这人在一起 很累 喜欢他吗 喜欢 特别喜欢 对 愿意娶他吗 我愿意 这个恰恰就是你割舍不掉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就是在我看来 如果说你对我太喜欢 对我付出太多 我就是不舒服 那你要怎样 因为日豪也不行 我第一次听到说 曲纹你对我太好了 我承担不起 是这个意思吗 本来感情就是一感称啊 如果说这边太重了 那边清冷的就是会失去平衡的呀 那你重点呗 他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再对他重一点啊 下面就是看看老师们的智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不能说一个男生给不了你想要的这种爱情的感觉 他就错 那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 对不对 那如果用你的理论的话翻回来 你能给到他他想要的爱情的感觉吗 你也给不到是不是 那你有错吗 你也没有错 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只是对待爱情 对待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不同 以及对待爱情的处理方式不同 没有谁对谁错 所以我觉得你要先从根上把这个想法掰过来 当然你也明白这个男生对你好 但是你要的是那种浪漫的爱情和梦幻的感觉 你这个也没有错啊 你现在拧巴在哪呢 就是你的虚荣心作祟 女生有虚荣心 我们不能说不好 但是你的这种虚荣心在生活当中就是 你一直在以这个虚荣心为你生活的一个标准 满足了你这份虚荣心 你就觉得是好的 满足不了就不好 你看你时时刻刻提到要尊重 然后呢 到了情人节的时候 你又主动去要礼物 那你觉得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吗 你主动要礼物 主动要惊喜 那得来的礼物和惊喜 那还算惊喜吗 包括你对待感情那种的态度也是 你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要什么 明明知道他就是适合结婚的 但是你会嫁这样的人吗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鱼木鸽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踏踏实实的人 你要改变他 改变不了你就说他错 你就说他不对 那这样不能太自私了 所以我觉得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 这个不是你的 改变不了 那就算了 那对男生想说的是什么 实实在在的爱情挺好的 没有什么必须要为对方去改变的 你爱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 就是这种表达爱的方式 你再怎么努力 你再怎么改变 他要的那个浪漫和梦幻的感觉 你达不到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是非常登对的那一对 还没有那么深的实在爱彼此 好吧 想说这这么多 谢谢 谢谢山南老师 来 起走 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浪漫不在于形式 浪漫在于你是否能接触到对方给你的那份爱 如果他是一个不对的人 他做出任何的事情他都不对 因为味道不一样 这就是爱情 如果你对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去为你买菜 为你的健康着想 这些所谓的真情都理解不到的话 跟这样的人过日子结婚太无趣了 你会冰凉一辈子的 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结婚呢 一定是先有爱的冲动 而发的那种浪漫 而且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够理解到 一句话 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是浪漫 所以女孩你犯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把谈恋爱和结婚分开 你觉得他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人 结婚的人 但他不是恋爱的人错了 没有恋爱哪来的结婚呢 对不对 你这么想其实你就释然了 你会发现这个男孩不错 挺好 但他不是你的那一款 他不适合你 你自己也知道他对你很好 你怕放掉这么一个好的人 太可惜了 难受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来来来来 严老师 我特别想先澄清一个 很多人对于婚姻看法的一个误区啊 就像刚才姑娘几次提到 说她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因为她这个会持家 柴米油盐会过日子 这就是适合结婚的对象吗 不对 是我们生活 我们过日子结婚要柴米油盐 但是柴米油盐每家的滋味都不一样 所以未见得一个会买菜 会做饭 爱持家的男孩 就是所有人认为我婚姻均该的样子 婚姻有很多种类型 关键是适不适合自己 但我认为女孩还是源于你 对自己生活的不自信 如果你是一个自信的女孩 那我自己就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浪漫 我不需要谁来帮我柴米油盐 我自己就是一个浪漫的载体 她买菜好啊 我做饭 我摆盘 我来搞浪漫啊 我把气氛做好了呀 我把这个生活过得 是我想要的滋味啊 依赖于别人给你浪漫 婚姻依赖不了别人给浪漫 浪漫要我们自己制造的 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感受到 你们两个的性格和对生活的要求 是南辕北辙 不适合在一起 但我也希望姑娘你能澄清一个误区 即便将来我们再次走入感情 未来走入婚姻 不要给自己限定模式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自然就能把情感和婚姻屡顺 让你自己的心定下来 你自然知道这段感情何去何从 你自然知道我要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好吗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胡老师 来 胡老师 好 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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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 我可以陪你成长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 就是端正你的态度 像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你是好的 但是后来就不知道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说你再不去改变的话 我觉得 我会坚持我自己 掩门而去 我希望就是 你给我一些时间吧 我会反思我的问题 然后努力改正 然后把自己的不俗 都变成那种好的 你每次说 就是会改变 何去做 但是真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去太多的证明 你真的做到这些 这些我所期望的 所以 请上灯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的嘉宾 一起打开 君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相 来 请开箱 男生放的记忆是照片 是吧 为什么放这张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 去外面的旅游 我想纪念一下这个时刻 然后我就是希望 就是 未来的每个重要时刻 都有我陪在他身边 女生放的事 我送给他的是一只口红 那是他第一次送我口红 我只是想告诉他 我不要太贵的 我也不要太好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古方先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 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 看这对年轻人的 选开门 战略合作词 战略合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女朋友是大学同学 感觉她现在已经对化妆着魔了 每天出门前要花三个小时化妆 妆前妆号就是两个人 拍张照片也美颜地认不出来 其实我挺喜欢她本来的样子 可怎么劝她都不听 已经是病态了 不知道该怎么让她找回 其实每个女生在妆前妆后 都会有区别 是不是你自己比较夸张而已 其实如果你越是反对女生去化妆 她可能起了逆反心理 有的时候以退为进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击水 纯净宝石石水嫩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